嗨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家常菜 肉米炒粉丝 先把适量的粉丝用水烫一下 烫过的粉丝 待会用剪刀给它剪短一些 这样炒的时候就不会抱团了 这道菜油要适当的多放一些 粉丝吃油 肉米下锅 快速打开 预防它受热结块 翻炒到变色 我们下一点料酒 粉丝下 先放生抽调味 盐就不要放了 老抽几叠调色 用一把勺 一双筷子 就这样调 粉丝同粉丝它的脏性都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太干可以加点水 加的时候分次夹比较保险 加水多少 除了与粉丝的质量有关外 还与粉丝在水里泡多久有关 最后放适量的糖 滚滚烫 滚滚烫就可以出锅了 冬天的时候放在砂锅里比较好 砂锅放在有余温的炉头上 这样保温性能更好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